今天再次來看有個團出事務中度 新北市新增的餘品飯店 有公司上禮拜吃春酒 有2200外的人 6月是有62人為等出問題 其中有9人有去便宜治療 不知是沒什麼問題 新北市衛生局也已經參與檢查 也要求飯店要減停營業 有62人出現腸胃道不適的症狀 那其中有9人就醫 目前症狀皆已經緩解 那衛生局機場當天 針對於春韭菜當中 工藝的海鮮盆 以及自製冰塊等高風險的餐點 以及食材 進行抽驗檢驗衛生標準 並要求新莊儀品 自4月1日起暫停作業 新增的儀品飯店 社會混亂集團 新聞公調說 會接著來配合衛生局的調查 也公調說 那天的人客人 有人在外面帶東西在這裡 所以又需要調查 也公司一定會負責